这是一艘船,而且是一艘行驶在高架桥上的货船 看上去是高架桥,其实它是生船级的通航水道 只不过它是建立在崇山峻民之上 一托高架桥才得以实现通航的水电枢流 这就是贵州购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 被称为悬在空中的水运航道 购皮滩水电站位于贵州省渝庆县 是国家十五计划重点工程 是贵州省实施西电东宋战域的标志性工程 是贵州已建成最大的水电站 放眼望去,高峡出平湖,风光无限 百里乌江与远山交相辉印 构成一壶美丽的画卷 依然众三小的豪迈感,油然而生 乌江是长江八大支流之一 也是贵州第一大河流 自古以来就是贵州联通外界的航运要导 因其流量充沛,流泰稳定,所有黄金水道之美誉 购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 是乌江流域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关键工程 由下游银航岛三级垂直升降机和两级中间渠道组成 该工程最高通航水头199米 下游通航水位便幅40米 是目前世界上水头最高 水位便幅最大的通航建筑物 该工程创造了六项世界之序 被业界专家称为生船机博物馆 站在航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水网高处者 船在天上行的壮丽景观 无不感慨这座超级工程